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值得好好探讨 这个人就叫做徐巧兴 徐巧兴最近这两三个礼拜真的变成声量王 巧兴巧兴得第一 他的声量越奔越高 甚至于在一些某些大数据里面 他的负声量超过了黄纸礁 是统神的两倍 这样一个情况 到底对徐巧兴是好是坏 这种追逐声量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他会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这才是我们在这个 我会打算在比较事情慢慢的比较平缓之下 做一个不那么卷入情绪里面的一个探讨 如果你关切这个频道 请记得按赞分享和订阅 谢谢大家 首先呢 其实徐巧兴 他一直弄错了一件事 他跟柯文哲黄国昌一样 我们知道说这些年来 因为自媒体的一个兴起 然后很多人都觉得声量就是王道 但是 要永远记得一件事 声量不等于声望 当你声量很高的时候 你可能在某个位置 某个角色上 你会占到便宜 尤其是在台湾政治这么的对立的情况之下 核心选民那种情绪的激昂之下 你可能可以在情绪上进行了某种勒索 巩固你一定的状态 可是 你想要更上一层楼 那是不可能的 而且 怎么来的就怎么去的 你以为声量是王道 但是声量也可以摧毁你 其实徐晓星她的整个情况就有点出事在这里 当这个状况里面 她又更多的事情 她的声量式的操作 其实 短期之内 松信立委 她这个位置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但是 政治这条路 要走长走远 恐怕 她的一个标签已经被贴下去了 这对她是不利的 首先呢 徐晓星过去喜欢讲说她是秘欢 那我是理工兰 我就忍不住要科普一下 2016年 联合国正式的认定 秘欢是 拼零危险的动物 那联合国和世界为了生育太保育或什么 各种专家都想要去抢救秘欢 可是到了现在八年了 非常困难 为什么非常困难呢 因为秘欢的特性 我们知道 就是永远都想战斗 不管是谁 见神扎蛇 见佛杀佛 就是徐晓星自我吹嘘的 可是 自己找自己的麻烦 狮子你也去了 老虎你也去了 犀牛你也去了 猎中猎犬你也去了 你到底要惹谁 第二个呢 秘欢会到处乱钻 碰到了一个 目前为止 联合国生化专家 生物专家都还搞不清楚的病毒 这变成是 抢救秘欢 非常困难 所以徐晓星你作为秘欢 你要知道 你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是很麻烦的 第二个呢 徐晓星呢 又是一直 可能是声量 可能是什么状况 一直在下交流道 其实大姑出事 大姑出事 家里出事 我们台湾 是一个现代化民主社会 我们不是前现代的 封建社会 我们也不会有 所谓的连作谎 你只要出来 诚诚恳恳的说 家门不信 然后尊重司法 希望司法 勿忘勿重 然后对于家门的状况 向社会致歉 没了 你就不用多讲话 没有人 就算有些刻意 对你有深仇大恨的 深律或彻翼 继续嘲笑你 也不会引起 社会上这么大的话题 可是你去小心呢 自己呢 不断的要去回击 要去反击 要去拉 然后你反而让整个风暴 越圆越烈 最后是你自己的人设 自己的基本形象 都受到了重大的挫败 所谓重大的挫败就是 首先呢 这个就叫业力引爆 你过去怎么对付人家 人家就怎么对付你 没有错 民进党太多人 对你的仇恨值是很高 因为你过去做秘方的时候 你最喜欢玩连连看 你最喜欢玩 那个亲属家族 这个连这个连这个连 所以 输家权你不要为你的职业负责吗 连来连去连来连去 成功博你不要负责吗 什么什么的 连连看是你最喜欢的游戏 然后呢 你也会把零笔书拿出来 你怎么有带这支表呢 你的钱怎么有这支表呢 所以人家也把你身上穿的衣服拿出来 把你手上的配色拿出来 把你的那个手表拿出来比对 你的薪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这东西是因为你自己下交流道 你自己下交流道之后 你越转的话 你自己不想把话题过来 然后你可能活在同温城里面 同温觉得你是女战神 小心加油 可是社会上 其实大多数的人 心中自有一把尺 这把尺叫尝试 徐晓星在这个转移的过程中 你不断的在下交流道 转到其他目标再转过来 事实上已经没人 真正去关切那个所谓诈骗案的本质 而是针对你徐晓星 不断的变成是一个被盯紧的目标 那在这盯紧的目标里面 你又急又躁 像蜜欢一样 你没有办法 很多东西你会变成自我矛盾 比如说 其实徐晓星 你现在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很多律师朋友 都在关心看一件事 他大估 将来检察官会不会有起诉书 起诉书里面 会不会讲到那个 到目前为止 是找三四种说法的一百万金流 如果你不是这个金流的问题 你都讲不清楚 转来转去 一下就是带电 一下就是阵雨 一下就是怎么样 你这样一个金流 到时候在起诉书里面一出来 你这个这么中介的说法 而且网络世界 反讲过并留下痕迹 到时候你就很麻烦了 第二个情况是 其实 徐晓星 你又不出了一个状况 人民心中只有一把尺 当你这个转来转去 就讲不清楚 对于这个焦点 讲不清楚 又变卫生纸的时候 大家会想到的是 弗洛伊德 他真正著名的书 不是梦的解析 弗洛伊德在心理学的地位 是一个叫少女杜拉的故事 少女杜拉的故事是 弗洛伊德在精神学里面 成为终身很重要的 他找了75个心理精神分析的专家 专门写了一本书 而里面讲到一个案例 他其实是用了一个代名 叫少女杜拉 里面有讲到一个事情 一个人 如果犯了错之后 内心里面是有压力 而这种压力呢 你又不愿意去面对 你又不愿意去沉舵的时候 你会难以承受 所以一个人会胡说八道 拉三扯四 最后就像他弗洛伊德 所描写的少女杜拉一样 骂我的人都是坏人 所以你们不该骂我 这个东西其实那个叫做 内心羞愧而无以辩解的 自我释放压力 那许小新 你一下就拉到他 他们是亲律的啊 民进党怎么样啊 什么有人有什么南南亲吻啊 你在这边弄的时候 不要以为台湾的人 没有那么多人是没有读过书的 大家就觉得你转来转去 我容谁懂 你是想转移什么 那这样子你拿到一百万 你会被认定会有状况 然后有很多时候呢 因为你喜欢用最高的标准 连连看去攻击对手 那人家当然就叫业力引爆了 所以呢现在这个情况里面 你当然可以讲啊 那是于美人送你的衣服 人家为什么要打你的服装 人家为什么要打你的配饰 是因为他们在铺成一件事情 这件事就是你许小新 从一个非常辛苦的小女孩 在国民党一个小幕僚 只能够爬到今天的地位 然后那样一个刻苦励志的故事 可是你身上的穿戴和你的收入 看起来好像连不起来 那是一个形象和人格的一个毁灭的铺层 那你许小新 你其实要冷静的去思考 讲清楚 你其实可以 也许你就把你的收入 各种的相关的事情攀排就好 你扯东扯西 然后衣服说是于美人贵任的 贵政也有大问题 因为事实上 包含手表 整个财产申报登录不实 就是罚几千块 那你怎么会扯这么多 那当然会人家觉得 背后更有故事 这是许小新自己挖洞 给了自己挖 然后呢 这挖洞给自己挖 跳进去之后呢 然后后面你又陷入更大的危机 谁说馈赠就可以了 公务人员馈赠 是有规矩的 那当然于美人送你那套衣服 没人知道 他的价值应该成多少 只是二手衣嘛 可是 如果今天郭台铭看我高兴 说他是开了一台车 二手车送给我 可不可以 我是民间人士 坦白讲可以 我如果有任何公职身份 我马上就涉入贪污资罪小利 你是公职人员 馈赠有极限 二手也不见得能够馈赠 徐小新又自己在那边急切的当蜜患之后 进到了另外一个风险 然后当然另外一个情况 因为徐小新你是长期的绿 抗绿战神 站在绿这边就是站对边 所以有一些深绿的他们核心概念 就是反对民进党 所以他们会挺你 他们会在国民党的主曲 那个社群里面骂其他国民党的民态 你们怎么不帮徐小新 让国民党那些民态也有压力 可是问题在于说 这种压力情绪勒索 你不会造成蓝绿对决的一个情况 你不会造成社会的同情 而是呢 让人家觉得 你怎么越来越 只是想要转移焦点 想要让整个问题 这是以前陈水美 最想讲的 花掉之后 让真相掩埋 让徐小新你的正义 你的真气 其实形象是毁在你自己手里 而且呼群保心 这样的情况不可能发生 首先第一个呢 通常有很多人会站出来说 好 这实在太过分了 我们要站在你这边 除了那种核心的少数的极端选民之外 他就是纯粹讨厌民进党 核心选民是 所有的东西让社会起来一个 那要基于义愤 而不是失愤 所以你就是说 因为你欺负徐小新我要帮你 永远就是少数人 多数人会觉得说 徐小新你自己的事情你讲清楚 国民党那些立委被操扰得很烦 因为这是你家的事 你自己都讲不清楚 我们怎么帮你讲呢 第二个呢 你呢 现在没有任何投票 所以你没有办法转移这种情绪 在某个东西给你做一个明确而具体的裁决 因为在下次投票还有900天之后 第三个 老百姓或其他人觉得我要站出来 要跟切身相关 那你徐小新这些事情 你跟他们有没有切身相关 没有嘛 所以他们会变成是吃瓜群众 在看你的戏 看你徐小新今天还能够演什么 但是义愤还有一件事情最重要 生命世界受到威胁 这是哈勃马斯所讲的新形态 20世纪21世纪之后 社会上一个新的动员 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什么叫生命世界 我的价值观 我平常信念的概念 我要怎么教小孩 小孩应该要怎么去教该有的人生素养 如果受到威胁 那像受到威胁的话 但是徐小新你现在这个 又下交流道 又走快速交路转来转去 这话都讲不清楚 你是让更多的中间选民觉得 他们看到你怎么教小孩 所以那种义愤会在你身上 所以徐小新你说很麻烦 那当然徐小新现在呢 还有一条路 就是民进党有些笨蛋 那当然其实有些彻意识了 但是民进党党中央看起来没有 在松信局帮你搞个罢免 那个就会进入蓝绿对决 但是目前是没有 目前没有之下 如果徐小新 其实你这个时候 真的该静下心来 密欢 拼您就危险 连合国都救不起来 你要继续当密欢 你会倒霉 其实徐小新这个时候该做的一件事情 你已经把自己自诩为正义侠侣 变成了是现在大家茶余饭后 吃瓜看笑话的对象 那这样一个对象里面 你呢 当然在一个特殊的选举 特殊的环境里面 你在这个小圈圈里面 你是没有问题 你的松信立委还可以保住 可是你能再往上吗 你做一届两届之后 你才三十几岁 你能够再往上吗 大家会觉得怎么样 因为其实这里面 有一个核心的状况 人民百姓 其实心中只有一把尺 对于每个人物 也有他自己的衡量 认为他适合扮演什么角色 不是有声量 就永远是王道 柯文哲 曾经非常有声量 但是柯文哲的声量 到了某个位置 再往上去的时候 就变成他的障碍 黄国昌 更有声量 他是黄国昌 他永远当然有 他铁定的昌粉 可是你看 也是到此为止 徐晓星这个时候 我会建议你的是 想一想 你们国民党 这些年来 真正的声量王 而这个声量王 他是怎么去自我反省 怎么去自我调整的 叫做韩国瑜 韩国瑜其实 在台湾政治上 尤其是在现代 这个声量政治上 是个奇迹 整个国民党 再怎么样 没有人声量 比韩国瑜厉害 连个秃子洗头 都可以200万人 看他直播 多有声量 而这个声量 也让韩国瑜 创造了韩流 拿下了高雄市场 可是这个声量王 为什么会被罢免 因为社会上 还是关切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叫做 角色伦理 你韩国瑜在 成为在当年2018年选举的时候 讨厌民进党 教训民进党的一个情绪出口 你的声量 让你达到了这个高峰 可是当你当的是高雄市长 这是一个公职 大家对于高雄市长 社会上有一定的角色伦理 和角色职能的认知 觉得你太扯了 然后你又跑去选总统 你选总统的时候 就是你这样一个 角色伦理的不相称 激起了蔡英文捡到便宜 3336万票 因为是防御新公投 让蔡英文得到 史无前例的817万票 那是因为角色伦理出了问题 韩国瑜最后 也6月6日断长城被罢免了 可是四年下来 你看韩国瑜 其实韩国瑜在国民党里面 是一个艺术 全世界你很少看到 这样一个政治人物 在直升机般的爬起来 又快速的坠落 可是还能够第二次的爬起来 韩国瑜过去的时候 黄复兴的时候 早期的时候 他自己也讲过得荒唐 可是当了立委 当了立委之后 后面因为他觉得荒唐 然后就垮下来 垮下来之后 好不容易在北隆那边 有一个声量 然后接着还流起来 但是又垮下来 可是现在 韩国瑜当了立法院长 韩国瑜现在一直被称为是 国民党内最正常的人 韩国瑜的声量 他不再像过去一样 盲目的追逐 因为他知道他的角色能力 是立法院长 是立法院长 大家对于立法院长这个角色 这个人物 这个代表性 有一定的标准 结果你看韩国瑜现在 又可能有第二次高峰 卢秀燕大概都感受到 他的一个威胁 国民党内很多人都开始在想 韩国瑜会不会有2028 或者是侯友宜压力多大 因为韩国瑜 他如果将来在新北市 侯友宜要传给刘和兰很难 侯友宜现在跟黄国参 站在一起 可是如果李四川要选新北市长 韩国瑜站在李四川后面 没有人在国民党内 甚至民进党内 可以帮敢跟李四川竞争 这个才叫做 韩国瑜从声量迷思里面 终于知道角色伦理 而且做了自我调整 徐晓芹你才30几岁 沈富雄还说你将来有机会选总统 但是如果你还是 一直是现在这种秘幻恶性 转移焦点不能改变 任何大家对你质疑的事实 其实这个时候 真的是奉劝你 非常诚恳的出来 因为没有人是认为 你有刑法上的问题 但是那种恰恰恰的状况 是挑战了这社会上 一般人该有的尝试 跟于大姑家 跟于婆家的那种切割和无情 是挑战了社会的尝试和红线 所以徐晓芹真的 就是很诚恳的说家门不信 然后向社会对我家庭的困扰 感到抱歉 然后支持司法 物往物纵就够了 然后闭嘴吧 出国一两个礼拜吧 不要把这个风暴 因为你这个风暴里面 也给台湾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最近新政府新内阁正在组织 连续四五波的内阁了 其实你问我们 那些阁员 难道某些人没有故事吗 难道某些人不能被讨论 是否四任检讨吗 他们真的会对台湾带来好处吗 还是将来会有更大的麻烦 惯例上 其实都应该严肃的讨论 就因为你徐晓芹 一个人在那边抢声量 很多人被你护航了 将来很多有问题的部长 就是你徐晓芹护航 这是你对中华民国 对国民党最大的伤害 徐晓芹闭嘴吧 学学韩国瑜 谢谢大家